引髮竹因为视力衰退 在家中的环境照明 成居家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环 专家建议在居家照明方面 应该是以温柔的光线为主 避免过大的反差 像是白内障患者 应该避免昏暗的灯光 医生表示要特别注意的是 要是长者有白内障 因为看东西有如物理看花 色调也会偏黄 因此建议照明要明亮一些 避免昏暗的灯光 要是长辈动过白内障手术 则是会有未光的问题 这时候家中的照明建议 是在100烛光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为了避免反刺激视觉 家中的地板材质和家具 应该是以不反光为最佳 尤其是楼梯区间 至于家中的灯光 要用白色的还是黄光呢 医师表示越接近自然光越好 以相同瓦特的白光和黄光比较 光度是一样的 不过人类的眼睛 对于白光会是比较敏感 所以主观上会觉得白光比较明亮 不过医师也提醒 即使灯源的亮度调整到最适合的状态 但是还是要避免长时间的用眼睛阅读 不过医生也提醒 即使灯源亮度调整到最适合的状态 还是要避免长时间用眼 阅读30分钟就要休息5到10分钟 别让眼睛过度疲劳 中网电视编辑报道